大家好,我是阿俊 鸭肉是大家公认比较新的食材 今天大厨简单增加几道香料 让鸭肉的腥味变成香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我们准备几个鸭腿用刀剁成块 用整鸭或鸭腿都可以 剁好后放入盆中 然后加入清水浸泡清洗 多清洗几遍洗掉残留的血水 洗好后用手挤干水分 这样腌的时候也更容易入味 4个鸭腿加入食盐15克 然后把鸭腿充分按摩3分钟 抓拌好后放一边腌制10分钟 下面准备一个碗 加入花椒3克 红花椒的香味比较纯正 再加入小茴香2克 然后把香料倒在石酒里面 用10磅把香料砸扁 这样它们的香味就可以完美释放出来 砸扁后倒入碗中 不用砸的太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处理好的香料倒在鸭腿里面 再加入2克胡椒粉去腥增香 2克鸡粉提鲜 再加入几个干辣椒开胃解腻 花椒和小茴香的味道跟鸭肉味道合在一起 就能直接变成一种诱人的香味 抓拌均匀后下面开始蒸制 鸭块凉水上锅开蒸 水沸腾后再蒸30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盖子 看到里面会蒸出很多鸭油 用筷子把蒸好的鸭肉放入盘中 这个做法虽然简单 但鸭肉绝对没有一丝清味 味道非常好 香味十足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